蔡先生 如果民进党当局 接下来要加强对岛内舆论进行管制 是否会在台立法机构内 发起更多相关的法规修订 对于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来说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正在这么做 目前他在立法机构里面 提了很多的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 什么间谍法令 什么情报工作法令之类的东西 他想要把它从一个 一个正常政府内部的一个保密的工作 把它扩及到一般的企业 一般的民间去 这种散布一种恐中情绪 其实散布一种恐惧的一个气氛 他们现在想玩的游戏 但是他们会玩过头了 这种过头会引起 人民很大很大的反弹 也会在2020年的选票上 直接的投射出来 他们过去也曾经想要玩这个游戏 但是过去效果不脏 现在怎么又来了 所以狼又来了 为什么 他们觉得已经没有肥的把戏可以玩了 2020投票 你这样算一算没几个月 任何动作就是在 散动恐中跟反中的情绪 那散动反中的情绪有什么好处呢 会提高绿营支持者的投票率 现在不要以为老百姓看不清楚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越玩这种把戏越多 选票是会越少的 那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国民党这个时候 也在立法院相对的 陪他演出 陪公子读书 好好的整理他一下 让老百姓更清楚他玩什么把戏 因为蔡英文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已经走到决项里面 民进党如果用一个正常的民调的话 蔡英文是一定输 那如果玩了异常的游戏 即使蔡英文胜出的话 大选他也会看破手脚 他赢不了 所以他可以说困兽之斗 正常把戏做不出来 好的政策推不出来 整天搞一些五四三 狗皮倒灶的政策 现在搞这个政策 就是狗皮倒灶的政策 我们就一步一步看着蔡英文政权 走向灭亡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 谢谢大家